在民建中央的一座展厅内 映入眼帘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 和卓越领导者孙启梦的照片 孙启梦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创建者和建政者之一 1945年孙启梦参与创立民主建国会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 他作为民建代表在东北及北平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孙启梦同志是民间的三位代表之一 从香港经过东北然后到达解放区进行参观 同时相互之间各党派和中共之间就如何召开政协 如何把各方面的力量集合起来 为建立新中国而做准备 从解放之前的政协的 为新政协的成立而进行了一些初期的接触 一直到后来新政协的筹备 所以孙老是身在其中 所以说他可以说是多党合作事业的创建者之一 是非常恰入其分的 孙启梦1911年出生 青年时期就积极参与爱国运动 20多岁便与中共领导人相识 在孙启梦晚年担任了18年秘书的郭素告诉记者 周总理不仅是孙老的亲密朋友 也被孙老视为榜样和老师 郭素曾听人讲 孙老酒量很好 但不常喝酒 这可能和周恩来的一次皱眉有关 第二天就是10月1号开国大典要举行 一些准备工作呢 他就都逐一的就是这个按照程序就做完了 这时候呢业呢已经比较深了 再加上这个他这个 喝了高兴喝了不少酒 就是按照他的讲法呢 就是这个倦意加醉意 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迷迷糊糊之间觉得有脚步声 然后他就猛一睁开眼 这个发现这个周总理呢 就是正对着他站在那边 然后他就一下腾的就就就就起来了 按照孙老讲呢 这个周总理那时候还是精神抖擦 总理没有这个批评他 就是皱了皱眉 皱了皱眉实际上很轻的动作 但是孙老心里头觉得是一个很重的批评 所以他一直这个这个把这种批评 这个一直记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 孙启梦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 人事部副部长等职 并长期在民建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担任领导职务 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 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序言 这便与孙启梦有关 当时修宪工作启动后 对于是否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 曾在民建中央执行局会议上引起激烈讨论 争议主要的就是说 一个是说中共中央总览全局 人家提的建议里面没有提这个事 说你提合适不合适 说会不会打乱中共中央的部署 后来孙老他讲了 说大义就是这样 就是共产党是执政党 我们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无论执政党和参政党 都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好 为了我们的社会发展得更好 所以只要是符合这样的原则 只要我们觉得对 那我们就应该提 所以最后这个会议还是接受了孙老的建议 把这个建议就形成了 孙启孟认为参政党要有主动性和自觉性 建议只要符合为国家好的原则 就应该提出 他自嘲是好事之徒 好国家之事 好人民之事 无论是否身处领导岗位 他都非常关注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 并不时向中央建言 头脑里始终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现实存在的 在中国社会里头发展的非常好的 起的越来越重要作用的这么一个政治制度 以法律的形式 这个这个确定下来 这对于这个国内的这个工作 以及对外的宣传 这个都是非常有好处 灯亮一盏光洒成片 不厌其小物求其时 这是孙启孟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时 给温暖工程提出的宗旨 也是他长期参与多档合作为国家奉献的写照 他是把工作当做自己的追求 他的工作呢 就是多档合作事业 民间的事业 换句话来讲呢 就是为这个这个 使国家建设的更好 我们社会更好 是他的不胜 一生的追求 感谢观看